我叫杜盛祥 我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然后从初中开始 第一次听到应该是 蓝色多脑盒吧 大喇叭 就浑就没了 一下就喜欢了 那时候就算是学霸了 有些时候去练字或者是写作 都会听音乐什么的 所以音乐给我带来的最初的 都是非常美好的 我说过一句话 Music is all my life 就是说它是我的生命的全部 甚至有些时候 是我的精神支柱 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爱好 各位游客 请听好 欢迎女们来到圆明园观光图栏 圆内族 最痛苦的时候是财科夫斯基才六 就是悲怨 因为那种它是一种共情嘛 就是就是财科夫斯基真的是大师 它会给自己一种很大的一个疗愈作用 我不太食谱 大学时候学过一点 但是我觉得那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那种旋律 能够让我能收发感情 实际上就是随悦而舞 这个事情早就存在了 因为我一直住在清华园 有些时候我听得很很好地听的音乐 我就舍不足道 然后真正的这个事情的发端应该是今年的二三月份 那我那时候就去这个颐和园去散心 散心然后看到那个美丽的景色 我就情不自禁地就开始把那个外放就播出来 然后就就随着那个音乐就走动起来 然后当时很受欢迎 从一开始在圆缅去指挥的时候 去做这项事情的时候 就有好多人拍 因为它那边好多人是一个固定的 也爱拍摄的 也退休的 当然文化层次都比较高 我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是他我们经常交流 也就是最近吧 他突然之间 他就给我通过微信发过一个东西链接 他说老杜 你火了 后来知道就是那个李博士的这个写的帖子 他就写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的一个浪漫 他就用这种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引起了年轻人的一个强烈的共鸣 你好 初次见面 终于见面了 咋得这么漂亮 年明园 然后散步 然后就正好绕到这儿就看到了 然后一开始我没有拍 我就站在后边一直看 当时好像有三四个人都在这儿拍 然后我一开始没有想拍 因为我特感动 我已经沉浸进去了 后来就是有一个片段 就那个音乐一响起来 然后我就觉得那段特别美 就是那天我发了以后 好多人都说像什么贾张柯电影 那个那种感觉 然后我当时也觉得特像 就很像电影 我就想给他记录一下 我就拍了两段 然后就拍下来了 他们一开始是怀疑的 这是不是作秀 甚至说是不是行为 我说不是行为意识 因为我在那儿指挥的时候 完全是面对着弧 完全是站在弧边的 完全是不看后面的 就像我们昨天跟那个北大教授 谈这个事一样 他说我也 我觉得也很美 我也想舞 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是 我舞了以后人家会怎么看 我这个人不在乎 这是一个美的东西 看了好久好久 他觉得这个人是很真诚 他有个词很真诚的 到浦海我就惊呆了 我就觉得太美了 at home 我到家了 所以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我本身是喜欢大自然的 所以有这个音乐 我会感恩大自然 我会感恩这个有圆明园 当然也会感恩这个时代 有这么好的一个景色 我们去把自己的生活品位提高 自己还有一个研究计划 就是我搞心理学的 如果用音乐预防二次海默症 这是我的一个大的计划在里面 我不是有那个高血糖吗 我这大半年下来以后 我的高血糖完全正常了 因为你上下震动是吧 这个是很舒服的 然后流那么多汗 我肚子下去了 我希望能够对社会有更大的作用 能够从音乐治疗 从音乐心理学 从音乐的这个 还有美景这种结合的角度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能够为我们的幸福生活 添加更多的佐料 我是真心希望 我发现了美 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个美 对吧 对吧